一件让我难忘的事 一天早晨,我赶着去上学 天色阴沉沉的,风很大 我只顾低头往前走 在银行门口,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老伯伯 她的身体摇晃了一下 我赶紧上前扶住她 可是她手中的一叠钞票却掉在地上 被风吹走了 几个路人看见了 争先恐后地向钞票飘走的方向跑去 有的还高声喊着 捡钱啊,捡钱啊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和老伯伯都呆住了 我傻傻地站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等我回过神来,正想上前阻拦 那几个人,那几个人却不约而同地回来了 他们把捡到的钞票交给老伯伯 老伯伯喜出望外 连声说 谢谢,谢谢,麻烦你们了 大家要老伯伯把钱数一数 老伯伯数完一遍,好像发现了什么 又数了一遍,我问他钱是不是少了 他说 不,是多出了十块钱 就在这时,一位阿姨不好意思地说 多出来的钱应该是我的 我要去便利店买东西 刚才只顾着帮您捡钱 结果把自己的钱也给了您 这件事让我非常难忘 原来在我们的周围 有这么多诚实、善良的人